一百六十三集 姐妹二人对视一眼 脸上满是喜悦 同声道 请小姐赐名 身影甜美清脆 终于恢复了少女该有的样子 墨清晨想起当年组长爷爷为他赐名的情景 一个新的名字便意味着新的人生开端吧 都说天下良辰美景 赏心乐事 似者难病 我不贪心 就先取其二吧 海银换作良辰 海燕换作美景 我们走吧 墨清晨从墨年柔母女扎了招手 带着两个侍女嫁周而去 墨清晨辞别了王组长 给六公子发了道传音符 等了小半个时辰不见她的影子 便驾驭着小舟飞离圣兴岛 眼见着圣兴岛越来越小 渐渐的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墨清晨叹了口气 在这里待了那么久 如今总算是离开了 不过这个地方日后也会成为她心中的挂念之一吧 墨姑娘 墨姑娘 身后传来六公子焦急的呼唤 墨清晨把小舟停在空中 不多时便见六公子驾驭飞船赶了过来 墨 墨姑娘 你怎么不等我告别 就这么离开了 六公子里的气喘叙叙 显然是灵力消耗不少 墨清晨晚耳也笑 聚散有定 缘分如风 六公子 我们下一次相聚 还不是一样的 何必定要告别呢 六公子黑了脸 好 好 你们都逼我洒脱 救我一个俗人 行了吧 那正好 我准备的礼物也不必送了 反正这些都是浮云吗 墨清晨乐了 到现在他才发现六公子也是个妙人 连忙道 六公子 不知道你准备的浮云是什么 让我这个俗人看一看啊 六公子这才满意 递过一侧牛皮纸卷道 不是什么直线玩意儿 就是觉得送给墨姑娘才合适不过 墨清晨伸手接过 诚实一扫 不由一喜 这里面居然记载了十多种灵酒的酿之法 果然是甚何心意的礼物 只是 六公子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喝酒酿酒的 见到墨清晨诧异的目光 六公子笑道 偶然听柔儿说过 他有一个妹妹自幼便喜欢喝酒 对酿酒特别有天赋 我看墨姑娘酒量深不可测 想来柔儿说的那位妹妹 定然就是你了 墨清晨心中温情流淌 看着六公子眼中流露出的真诚笑意 忽然道 六公子 有些话你不说 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信或不信 有时只在你一面之间 话音刚落 小舟便如流星般远去 带起一道青丝流光 停在原地的六公子 呆乱片刻 嘴角忽然翘起 全力驾驭非洲 往家中飞去 因为多了两个侍女 练起四层的她们 称作飞行法技 还需要凌力护齿 行程便比预料的慢了许多 好在墨清晨也是筑机中起 攻击手段有板砖和藤麦 以及威力日渐增长的繁花眼目见绝 防御又兵娇嚣 再加上二级的火乌鸦做帮手 一路行来 遇到的妖兽都成了送上门来的连石 那片特殊的海域不能预期飞行 因为有特质的香囊在手 海域中的妖兽虎视眈眈 却不敢靠近 墨清晨也轻松的渡过 过了那里 她又全力飞行了半月有鱼 就到了潜水海域 见到了不少凡人驾船打鱼 也有修饰捕捉低级的妖兽 墨清晨没有丝毫停顿 直往方珠山脉飞去 这一日 遥光派山门前缓缓落下一叶小粥 从上面走向了三个女子 墨清晨扫了一眼熟悉的山门 心中感慨 离山五载终于回来了 阳城美景 一步一驱的跟在墨清晨身后 眼睛四处张望着 根本看不过来了 墨清晨抛出烟绿色的身份牌 施展法掘 传讯守门弟子 片刻后 山门静止开启 带着两个侍女 踏了进去 宽敞气派的千石大道 直通厚德峰 一石堂 物时有修饰 从空中落下 各自灵光闪现 这里 向来是摇光派 最热闹的地方 墨清晨喊笑看着这些 只觉得没来由的亲切 一颗星早飞到青木峰去 却还要先来一时堂报呗 他本想给师父发一道传讯符 却不知写什么 思来想去 还是作罢 有什么话都留到见面再说吧 墨清晨三人同为女子 又没穿摇光派 统一服饰 走在路上 自然是极其惹眼的 特别是梁辰美景 一对双生姐妹 一样的衣衫 一样的容颜举止 惹得无数的目光 落在他们的身上 师兄 你快看 一模一样的姑娘呢 一个练习修士 目光追随着梁辰美景 用手拉拉身旁修士的胳膊 那修士目光看来 同样很是稀奇 可随后目光 落到走在前面的墨清晨身上 脸色一变 忙别过头去 师兄 你怎么了 之前的修士纳闷的 平日大家都是有酒一起喝 有美人一起偷看的师兄弟 他可不信 一下子就斩了心 那修士忙瞪他一眼 拆晕道 你迷昏头了 没见走在前面的是 位铸鸡师叔吗 谁不知道 现在咱阳光派 最难招惹的 就是那些铸鸡女修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之前的修士 脸色一下子白了 师兄提醒的吉士 师弟一时大意 差点忘了 美景脸色有些发白 自经历了那场梦魇 他对男子就有种输出的厌恶抗拒 梁晨握了我美景的手 滴滴道 别怕 有小姐呢 墨清晨早习惯了这样的目光 脚底伸风越走越快 很快就来到了仪式堂外 你们二人先等在这里 我很快出来 墨清晨交代完 就步入了仪式堂 仪式堂中的布置 没有任何变化 当时的修士听到动静 抬起头来 面无表情的娃娃脸 顿时愣住 王师兄 墨清晨出声招呼 王姓修士 依然没有作声 仔细审视着墨清晨 直到墨清晨被看得心中发毛 这才出声道 你为死 说完 居然还往地上扫了扫 墨清晨一下子悟到 他往地上看 是在找影子 嘴角不由狠狠一抽 托师兄的福 小妹还活着 今日刚回山 特来一时堂报备 说着帝国身份牌 王姓修士 面色恢复正常 接过身份牌 再扫了墨清晨一眼 脸色又是一变 惊呼道 你 你居然住气住气了 他刚才发现来人 居然是失踪五年 据说早已陨落的小丫头 震惊地忘了其他 直到此时才注意到他的修为 墨清晨含笑点点头 托师兄的福 小妹在外游历时 侥幸进阶了 王姓修士咬了咬牙 什么叫托我的福 我要有那福气 早自己进阶了 一边付匪 一边把墨清晨的信息 入入身份牌 二十二岁筑基 三十四岁筑基中期 这些字眼 如此拙人眼睛 王姓修士 有些不是滋味地想 会不会再过两年 自己该改口叫他师姐了 一想到那幅情景 心中顿时一堵 再看看墨清晨 含笑而立的淡然的样子 就有些不顺眼起来 见王姓修士 露入了新的信息 却抓着自己的身份牌不放 墨清晨试探地喊了一声 王师兄 王姓修士 回过神 把墨清晨的身份牌 扔了过去 墨清晨不以为意 依然笑道 多谢王师兄 小妹先告辞了 望着墨清晨 快速离去的背影 王姓修士忽然出声道 等等 墨清晨回头 见王姓修士 用一种奇异的眼神看着他 不由问道 不知王师兄有何指教 你是回清不方 王姓修士问道 墨清晨点了点头 小妹自然要回去拜见师村的 王姓修士身子往后一仰 淡淡道 我求你还是不要去了 墨清晨心中一沉 王师兄 这是何意 王姓修士抬眼 看了看墨清晨 这才道 你去了 也见不到何光真人 为何 墨清晨急声问道 自己都没发现 脸色难看得吓人 见墨清晨终于不再是那幅平静淡然的神色 王姓修士忽然觉得心中畅快了些 说出了更惊人的话 我记得你和弱水峰的墨师妹 段师妹二人交好吧 对了 还有叶师兄 墨清晨平静了一下心绪 没有否认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那位叶师兄交好了 可此刻哪有心思辩驳这些 王姓修士笑了笑 你也不用和他们联系了 他们都不在本方 敢问问师兄 我师父和二位师姐 人在何处 墨清晨尽量平静的问道 王姓修士 翘了翘嘴角 他们此刻都在训诫堂 什么 墨清晨师生问道 姚光派的训诫堂 是专门处罚犯了过错修士的地方 就设在厚德峰 最深处的一座山峰中 姚光派速来推崇自由随性 对弟子的约束并不多 一般去训诫堂受罚的大多数是练习弟子 就是住击修士都不多 墨里落几人都是入室弟子 更是姚光派这一代的天之骄子 到底犯了什么过错 知人会进了训诫堂 还有师父 他可是结单修士啊 居然他也去了训诫堂 难道犯了什么滔天荡错 墨清晨心思急转 面上反倒镇定下来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先乱了阵脚 王师兄 能不能告诉小妹 我师父和两位师姐 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何会进了训诫堂 墨清晨恳切地问道 王师兄似笑非笑地看了墨清晨一眼 双手往脑后交叉放着 缓缓道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只听说似乎都和你有些关联 墨清晨气得七窍身烟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位王师兄就是故意折腾自己呢 也不晓得自己何时得罪了他 难道还在心疼当年送给自己的那几只辟邪灵风 既如此 小妹告辞了 墨清晨冷冷咬下一句话 掉头离去 出了议试堂大门 墨清晨发现居然有几个恋戏弟子围着自己的两个侍女 姐妹二人吓得花容失色 目光频频看向议试堂大门 却不敢进来 你们这是做什么 墨清晨心中本来就有气 见此情形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轻声喝倒 小姐 阳晨美景 见识墨清晨露出如门大赦的身色 以嘱练习弟子 见一位住京女修大步走来 顿时一惊 诚惶诚恐的失礼 拜见识说 说完 脚底抹油便要开溜 164集 墨清晨冷冷扫了他们一眼 喝倒 都给我站住 众人顿时定在远处 惊恐的望着墨清晨 你们随我来 墨清晨说着 寄出小舟 把几个练习弟子 带到仿器上 凌空而去 找了个无人的山峰 这才缓缓落了下来 糟了 这位师叔 会不会把我们杀人灭口 一个练习七层的弟子 颤抖的传阴道 浑身灭气 那个弟子 脸色更白 不能吧 虽说咱们门派的助级女秀厉害了些 可前些日子不是处罚了几个吗 听说 如今不少女弟子都书脸多了 又一个弟子 强自镇定道 墨清晨的神识 可比助级后期修饰 这几个练习中后期弟子的神识交流 早就被他窥探到 心到果然 消息最灵通的 就是这些人 我问你们一件事 若是如实说出 那便饶了你们 如若不然 你们调戏我的贴身侍女 我也不动手 你们自去训诫堂领法 墨清晨淡淡道 提到训诫堂三个子 几个弟子 点色一白 妖光派弟子 谁不晓得 训诫堂的恐怖 不管你是练习期期 助习期 还是接单习 自有对付你的手段 师叔请问 但凡弟子知道的 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一个眉眼灵活的弟子妈说道 墨清晨迟疑了一下 斟酌的道 我听说 训诫堂 乖了何光真人 心中有些好奇 你们可知道原因 见几个弟子 面色微变 墨清晨心中一喜 看来有戏 这个 几个弟子 面面相识 谁都不敢作声 墨清晨冷下脸 扫了他们一眼 筑机休士的威压 顿时令几人 腿脚发颤 师叔 何光真人 岂是 其实我们小小人 炼器弟子 可以妄想非议的 一个弟子 鼓起勇气道 急到光芒闪出 几个弟子 以为暗器袭来 忙暴徒逃窜 那光芒 打到手上 才发觉 居然是一瓶聚灵丸 墨清晨无奈道 你们赶紧过来 我只是好奇一问 并不会出去乱说 你们说说又何妨 几个弟子互视一眼 直到今日不说 是躲不过去了 推出也然道 灰师叔的话 其实这事门中弟子 知道的也不少 据说 据说是何光真人 唯一的徒弟被何欢宗的妖女 害死了 何光真人 离山寻找 连个尸首都没找回来 一怒之下 居然独身去了何欢宗 不但杀了 害死徒弟的两个妖女 还一连单挑 七位何欢宗 结丹修士 那个弟子插言道 何光真人太厉害了 手持一只青木剑 不管是结丹初期 还是结丹后期 通通都败于他的剑下 简直是所向披靡 到后来 终于惊动了 何欢宗的原因修士 那原因修士 暗于何光真人的特殊身份 就通知了 我们派厚德峰太上长老 后来了 莫清晨说不清心中的滋味 喃喃问道 说出了开头 几个练习弟子的话匣子 就被打开了 七嘴八舌的道 因为何光真人的师尊 刘伤真君正在闭关 太上长老 就派弱水峰的如玉真君去了 何欢宗的原因修士 要求何光真人陪礼道歉 你猜何光真人说什么 没等莫清晨坐身 那个弟子便清清嗓子道 咳咳 若是贵派能把我徒儿安然无恙地交还 何光自当父亲请罪 如若不然 这条性命真君可以取去 道歉 那是休想 那个弟子道 那位原因修士 很是恼怒 便和如玉真君交涉 如玉真君原本奉了太上长老的命令 打算用些珍贵事物赔偿 可不知二人怎么谈崩了 如玉真君直接带着何光真人回来了 连根鸡毛都没给何光宗留下 要我说 如玉真君做得好 据说何光真人的徒弟 可是二十二岁便驻鸡的天才修士 就这么被何光宗妖女毁了 我们姚光派多大的损失 按理说 他们应该给我们姚光派赔礼道歉才是 一个弟子口默似箭的说道 另一个弟子瞒道 可不是吗 结果回了门中 太上长老 还是让何光真人去殉解堂 私过十年 那种地方多熬人啊 现在才过了五年 旁边一个弟子神神秘秘的道 你们没听说 青木峰流伤真君出关了吗 现在已经是原因后期修士了 一下子成为太上长老之下的第一人 青木峰的弟子也跟着水仗船高 如今看人都抬着下巴呢 据说啊 流伤真君知道了这事 当日就跑到太上长老那里了 估摸着何光真人很快就可以出来了 几人越说越兴奋 完全忘了墨清晨还在一旁 墨清晨倾咳了一声 提醒说得忘乎所以的几人 几个练习弟子顿时老实起来 哪也可怜巴巴的望着墨清晨 知道师父没有大爱 墨清晨的心中松快了许多 脸色也就好了起来 那你们知不知道这段日子 训诫堂还关了几个住籍修士 这话刚已问出几个弟子 神色都古怪起来 又支支吾吾的不作声了 墨清晨手一挥 美人手上又多了一瓶巨灵丸 说多说少都是说了 你们这样支支吾吾的 哪有点男子的样子 哪怕墨清晨是助级修士 可到底还是女子 几个练习弟子 面子顿时挂不住 真先恐后的又说起来 师叔你不知道 据说这事还是和和光之日的 徒弟有关联 那个眉眼灵活的弟子道 墨清晨暗道 墨飞这还有两件事 便鼓励的点点头 示意他说下去 就是前不久 出门游递的叶师叔回来了 叶师叔才五十多岁 已经是助级后期修士了 门中弟子都在猜测 叶师叔会不会在六十八岁之前解单 打破和光真人的记录 那弟子继续道 我看没问题 叶师叔修炼速度太惊人了 又是玄火真君的血缘晚辈 什么灵丹妙药搞不到 一个弟子插眼道 那个弟子立刻反驳 那可不一定 和光真人还是天灵根呢 犹上证据对自己的关门弟子 同样爱护有加 又一个弟子叹道 是啊 他们都是大有来历 天资绝高之人 不像我们 都是那毫无根基的扶贫 说重点 莫清晨黑着脸 几个弟子 缩了缩头 眉眼灵活的那个弟子 甘笑了两声 叶师叔不是回来了吗 门中就立刻发生了一件轰动人心的大事 玄火真君 居然亲自前往洛水峰 为叶师叔提亲 求许若曦真人的关门弟子 段师叔 啊 莫清晨一二代 想到那个冷傲别扭的男子 居然要成为段师姐的夫君了吗 那弟子借莫清晨惊讶 心中猜测 这位师叔应该是出门游历 才回来的 不由更来了兴致 段师叔你知道吧 他可是千年难遇的纯阴之体 长得更是倾国倾城了 传叔啊 凡是纯阴之体的女子 或者纯阳之体的男子 容貌都会出类打脆 莫清晨点点头 耐着性子听着 你想啊 叶师叔是纯阳之体 段师叔是纯阴之体 二人又都地位崇高 这可不是天作之和吗 如玉真君立马答应了下来 这消息一传出来 整个门派都震惊了 无论是男弟子还是女弟子 绝食痛哭醉酒的大有人在 就这么着 事情又起了波澜 眉眼灵活的弟子 说得活灵活现 莫清晨就觉得 自己在听书死的 也不催了 示意他继续说 那弟子继续道 如玉真君有个外甥女儿 您总该知道吧 她对叶师叔 那真是一片痴心 这些年门中有哪个女弟子和叶师叔说上一句话 她就要大发脾气的 如今叶师叔和段师叔定了亲 那还了得 当时她便踢了段师叔的大门 二人打了起来 阮林秀由此举动 莫清晨一点也不意外 却关心段清歌的处境 忙问道 那谁赢了 那弟子白白手 谁也没赢 二人打得昏天暗地 把如玉真君和若须真人都惊动了 如玉真君见外甥女儿如此不懂事 很是不快 可还没等得及处置此事 更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说 莫清晨就当自己听故事了 那弟子清醒嗓子 继续道 叶师叔来了 说出的话 令如玉真君都坐不住了 他居然要退亲 什么 莫清晨一惊 随后道 难道玄伙真君为他提亲 他并不知情 那弟子摇摇头 事情就怪在这里啊 叶师叔提出退亲 众人都大惊失色 段师叔更是当时就跑回了洞府 闭门不出了 随后 全火真君匆匆赶到弱水峰 还当着如玉真君的面打了叶师叔 气急败坏地问叶师叔犯什么糊涂 叶师叔一声不吭 如玉真君便要玄伙真君给个交代 全火真君便问叶师叔 当时为他提亲 不是和他商量过吗 他并没有反对啊 您猜叶师叔说什么 说什么 如此苟邪的情节 莫清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叶师叔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他说 错了 玄伙真君问他什么错了 他就死活不说了 直接跪到了如玉真君面前 说自己明白退心之举 伤害了段师叔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愿意接受如玉真君任何惩罚 同时许诺 只要他活着便满足段师叔一个要求 无论段师叔何时提出来 哪怕粉身碎骨也会为他做到 只是除了不能娶他 唉 那错了二子便如小锤 只敲到莫清晨的身上 他 他为何说错了 想到他似乎误会自己是成因之体 莫清晨忽然不敢再想下去 只喃喃的问道 那他们又怎么去了迅捷堂呢 那弟子继续道 如玉真君一听叶师叔这么说 便死了心 明白他对段师叔并无一丝情意了 强扭得瓜不甜 更何况 双修讲究的就是心灵相通 如玉真君当场答应了退亲 正好见到软仙子喜行于色的样子 当时就斥责一顿送去迅捷堂了 之后 如玉真君也没处罚叶师叔 把叶师叔和玄火真君一起赶出了弱水风 谁知事情还没完 做任务回来的末师叔 听出了叶师叔退亲一事 气不过还拉着段师叔静止去了流火风 把叶师叔狠狠揍了一顿 叶师叔手都没还 最后还吐了血 这事最终惊动了太上长老 知识主与真君和玄火真君管教不严 令这些精英弟子狂傲不羁 肆意妄为 便把他们全都赶去迅捷堂私过了 另一个弟子插言道 这么一拨三折的事轰动了整个门派 那些日子门中弟子整日谈论此事 便传出了一个谣言 这谣言呢 就和那位和光真人的徒弟有些关联 莫清晨直觉不妙 问道 什么谣言 那弟子黑黑笑道 嘿嘿 师叔都说了是谣言 您听过就算了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因为这事太离奇 就有好事之人寻根究底 居然发觉 那位被退亲的段师叔和和光真人的徒弟 莫师叔 曾经被称为 清清双书 不止如此 早在十几年前 他们二人一同参加优乐谷试炼时 叶师叔便对莫师叔一见倾心 为此 阮仙子还找过莫师叔麻烦呢 所以就有留言道 叶师叔说错了 是因为他喜欢的是莫师叔 而玄火真君提错心了 莫清晨眼前发黑 得了 闹半天 全世界都知道了 他忽然觉得 自己回来的很不是时候 莫清晨有其无力的挥挥手 带着孪生侍女 假传离去 阳尘美景 忐忑地看着脸色难看的莫清晨 没敢作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